南瓜是秋天丰收的象征 本周当家菜就南瓜当家 大南瓜、小南瓜、长南瓜、圆南瓜 不同的南瓜分别适合做什么菜 大厨为您一一道来 蒸翅后的南瓜吸收乳割的香气 一道适合秋季进补的菜肴就可以上桌了 酒酿原子搭配南瓜泥制成的饭后甜品 Q弹中透出丝丝香甜 可不能太贪嘴哦 老南瓜和嫩南瓜营养上有怎样的区别 营养专家告诉你 更多精彩今在本周当家菜 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这里是每天在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南瓜是秋天丰盛的象征 而大南瓜各饱各的都非常的甜又面又好吃 那么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当家菜了 谁为我们做当家大厨呢 就是大嘴又是这位高大厨 欢迎您高大厨 大家好 大家都很熟悉您 每次来的时候都有好味道 今天一样的 那同时欢迎我们的云亚健康老师 顾平顾老师 欢迎您顾老师 那么我们就两道小菜开始给各位奉上 没错 第一道菜我们要做的是一道很自补的菜 南瓜蒸乳割 南瓜蒸乳割 这个是大菜 大菜 好了 现在将近来做 南瓜蒸乳割需要用的这个调料 和我们的主料和配料 有这个葱姜蒜盐啊 这都少不了的 主料有乳割 包括南瓜 还有南瓜绒 是吧 对 这边 南瓜绒是不在这里 做第二道菜用的 今天我们这个乳鸽选的算是大乳鸽了 一般都是做肉食鸽 肉食鸽就可以 肉食鸽 我们这边呢 把它这样像斩鸡一样给它展开 其实乳鸽我们北方吃的少 南方吃的多 广东人爱吃 然后烤鸽的多一些 主要是煲汤 咱们现在呢 有一个讲法 就是谁做完手术以后啊 要如果不吃一个鸽子汤 好像就对不起病号一样的 而且还要吃两只 一只一公一母 然后熬出鸽子汤来 然后老百姓的说法就是 喝了鸽子汤以后 伤口不痒痒了 其实你看啊 我们以前看一些古典的文学小说中啊 也常看到很多贵妇们呢 古人一些达官贵人呢 都喜欢定期的喝乳鸽汤 对 大叔这边也在操作 我们问问老师 这乳鸽有什么样的讲法 包括公啊母啊有区别吗 其实呢这个乳鸽呢 在中阴药膳当中呢 讲究呢 它是讲究颜色 而不是公母 就是它讲究呢 这种白色的鸽子啊 是不怎么滋养的 而是那种灰鸽子 灰鸽子 灰鸽子呢 它就比较滋养一点 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呢 就是说肤色比较深的呀 你像那种灰鸽 它可能矿物质含量比较高 就像咱的乌鸡一样的 含铁多 那个鸽子呢 它是不养气血的 不养气血呢 而且呢是属于那种 在滋补当中呢 比较轻补的范畴 轻补的 比较轻补 对所以呢 你像妇女产后啊 做完手术以后 属于大伤元气的时候 身体很虚弱 那我们就可以用鸽子汤来滋补 至于公母这一说呢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鸽子汤呢 它里面含的氨基酸啊 还有B组维生素都比较多 确实也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 确实是有一定的营养的 所以说你看 我们一般吃乳鸽 就好像觉得 这是一道营养餐 营养餐 还正有这个说法 而且还比较平 公母和母 老师也说了没问题 关键是颜色 灰色的最好 对 那我们这边腌它的时候 大叔用的是一点蚝油 料酒 酱油 酱油 糖和盐 盐 糖 必不可少的 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味 最主要的是普宁豆酱 普宁豆酱 这种豆瓣酱呢 它豆瓣发酵的 好像稍微短一些时间 它就是有点像我们 就是豆瓣酱的味道 就是豆瓣酱的味道 它就是豆瓣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硬的感觉 是硬的 它是不完全发酵 会有不一样吗大叔 跟我们的豆瓣酱不一样 咱们那个酱呢 它会比较粘粘的 对对 好像有那个面酱 面酱的感觉 它这个呢 它是没有这个粘粘的感觉了 只有这个酱 酱的香味 而且还有 然后呢 还有豆的那个颗粒的感觉 是这样的 它这个颜色也比我们 那个颜色要淡 要浅很多 因为它没有发酵的很充分 那我们用它的烟乳酱 会有不一样吗大叔 对它有一个浓浓的酱香味 然后它又不会遮盖这个鸽子的鲜 有酱香味 我们用酱来腌鸽子 我们以前腌一些肉类 还真没用过豆瓣酱 因为豆瓣酱跟 都会用到那些带颜色的 今天咱这个没有 没有 OK好 把这个骨鸽豆瓣酱放一点 然后加一点水淀粉 水淀粉 当它中熟的时候呢 它会有这个糊化的作用 对 然后它会裹出这些滋味 对对 这道菜是个蒸菜 蒸的 蒸的 我感觉好像乳鸽就是要炖汤 对 我们比较喜欢喝 好像胳膊汤 那我们斩乳鸽的时候呢 会把它斩成六块 那两个翅膀呢 一块 两个胸脯呢 一块 然后呢还有这个腿 腿 这样呢就是六块 然后加上头和脖子 就是这样子 好嘞 咱大块一点腌一下 腌掉这边我们把南瓜处理一下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南瓜也是分很多种的 大南瓜 小南瓜 老南瓜 嫩南瓜 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南瓜 日本南瓜 还有东北的乌瓜 现在还有叫印度瓜 印度南瓜 对 印度南瓜就比较长一点 长条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们讲讲 它这个南瓜 我们要是不同的烹饪方法 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有的 像咱这种迷你的小南瓜呢 日本的 它比较容易成熟 那我们一般都会把它作为一个容器来用 对 那在酒店呢 我们就会做自己南瓜中 南瓜中 漂亮的小南瓜中 而且它是金黄色的 放鱼翅的话 那它就是南瓜翅 如果说放那个雪花的话 就是南瓜的雪花 南瓜的雪花 它这样呢 就是说它一个容器也比较漂亮 而且也比较自然 对 南瓜木瓜都能做这个东西 那我们像做我们这个炒南瓜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这个圆的南瓜 这个圆的南瓜来炒起来呢 它不容易散碎 对对对 就是说这样子的南瓜它定型定的好 不像说那种软啪啪的那种感觉 像咱那种长南瓜呢 一般我们在说做这个烧牛腩啊 或者做中南瓜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那种长南瓜 活力比较久的菜 我想说有的时候一些南瓜 我们辨别不出来老和嫩的 但是光看外边外观能看到吗 能 像咱那个它的根部啊 对 你拿过的那个南瓜来 一个看看它的硬度 它的那个硬度呢高的 它是比较成熟度比较好的 然后再看它的根 那如果这个南瓜的根啊 又干又粗又硬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一个成熟度非常好的南瓜 如果说它那个根部啊 非常嫩又非常细小 没熟 对 它的成熟度就不会 就是嫩嫩的 其实我们看的一个有的时候 有的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是 像结梗一样 对 你摸它都拿手的 会有这样子 对那种是成熟度非常好 对对对 就都已经干了 然后干的一个地 胜了之后去久的 对没错 这个跟挑西瓜 我觉得正好是相反 其实呢 这个南瓜呢 它这个老嫩很关键的 嫩南瓜呢 咱们脆炒 脆炒以后呢 它的微生素碎比较多 水分多 所以比较脆 适合草的菜 快炒 那么你要老南瓜呢 它的营养成分呢 就含糖量要高一些 那么含糖量高 而且里面的矿物质高 白打呼噜不素高 它这个光照时间越长 收得越好 它这个浓度越高 所以老南瓜比嫩南瓜 是有营养的 要么是文人素 C要么是白打呼噜素 但是老南瓜 白打呼噜素更多 更多一点 所以老南瓜的营养 比小南瓜肯定是好 老的更好 所以你买南瓜 都是要买成熟度高一点 姜还是老的 对姜是老的 瓜还是老的营养 对没错没错 好嘞 那这边我们就把乳鸽 整个屏幕上去 我们现在看这个造型 依然是一个鸽子的造型 好像带一个飞翔的小鸟一样 对啊 趴在我们这边 放到锅里边 好 蒸它需要多长时间 大厨 大火12分钟 12分钟 12分钟之后 就能吃到今天南瓜做底 用黄豆酱来腌好的乳鸽了 味道怎么样呢 熟了 再告诉你 锅中的乳鸽和南瓜 现在蒸的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已经接近了 20分钟左右的时间 是吧 那这个时间 大厨准备了热油 要一会儿油泼一下 一般这个清蒸菜油泼很重要 不然的话太素气了 对太素 尤其是乳鸽 乳鸽我们蒸上一些油 在那个表面 对 还不错了 是吧 这道菜 你吃绝对绝对 能够把身子养得壮壮的 对没错 秋天的时候 我觉得吃点南瓜也好 还是吃点乳鸽也好 其实都符合那个 秋季进步的原则 一个死令 对 那你怎么看 这个乳鸽熟不熟了 怎么看 找个竹签扎一下 扎一扎 如果出来这个清水了 那它就是熟了 如果说出来是个血水 那你就再蒸一会儿 对对对 没事 你可以多蒸一会儿 12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就OK了 好嘞 再把那个葱丝 然后我们把葱丝给它放上 蒜丝给它也放上 然后稍微来一点这个 蒸鱼翅油 我们蒸的时候会有一些水分进去 好 好 蒸鱼翅油 就要您在表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油泼一下了 在家里面不光是做这道菜 你做蒸鱼啊 也要加那个蒸鱼翅油的 油泼一下 香烦烦的 OK 好了 就这么简单 一道简单一学的南瓜蒸鱼鸽 大功告成 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尝尝就知道 来来来尝尝看 这边我们先尝尝南瓜 南瓜估计是吸收了一些 鱼鸽的那种味道 甜糯中带着鱼鸽 它本身的那种油香味 对 而且因为是油泼过 有那个油泼的香啊 对 鱼鸽啊 它在上面一蒸完之后呢 它那个肉也很细嫩的 对 表面有一层那么油 包着它 然后配合着南瓜 这种搭配感觉很新颖 也很滋补 秋天吃南瓜是一个 很符合时令的事 是 没错 最韧造的了 那如果你爱吃南瓜的话 这是第一道菜给您的 第二道呢 马上要给您送上了 第二道是一道甜品 用酒酿和南瓜一起来做 一定会吸引很多女士的目光的 一块高打车来教大家做 健康生活清凉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江湖新生代给您 下着量身打造的一个 专属于您的清凉双口菜的特型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从今天开始啊 就会呢 在这两个月期间呢 给您每天推出一款 适合您的清凉双口菜 那么今天呢 我们欢迎哈 在日本从出好多年 而且在中国的很多 非常棒的餐厅 当行政总厨的张大厨 来教我们做非常棒的 日本料理式的这种 各式的凉拌菜 那么欢迎张大厨 欢迎你张厨 谢谢谢谢 说起日本料理中的 清单双口菜 我相信很多朋友 立刻想到的就是鱼生 对 又叫刺身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 这道理非常美味 叫什么 三文鱼刺身 三文鱼刺身 现在就教你来做 那好 那大家现在看到 我和张大厨眼前摆着的 这一条比较大的三文鱼 那是非常棒的 对 是不是 咱们今天做了一个三文鱼刺身 打算选择哪一个部位 在中段这个部分 就是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对对对 那大概这个部位 就是这个三文鱼都渡男的位置 最好最棒的地方 那我倒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挑三文鱼的话 怎么才能感觉到它的新鲜 或者说感觉到 它是品质好的三文鱼 这个三文鱼 你首先眼睛目测的话 是它的亮度 目测亮度 对亮度 它的亮度 它有它鱼领的那个 整不整齐 它是一画一画的 这个就算整齐的 而且排列看起来 非常有规短 对没有去钓过鱼来 对 然后你手可以 你用手去触摸它 要抚摸它 就像抚摸 幼儿的这个肌肤一样 去抚摸它 对 那你走的同时 它你摸过的地方 它会马上回弹起来 它真的会 而且特别迅速 对 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 有弹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生命力的鱼肉 你摸它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种回应 对 就是说它在告诉你 你摸我的时候 我是新鲜的 我是饱满的 是不是 摸它 那如果说切开的话 有没有看色泽 有一些技巧 色泽的话 切开肉 你们看它的色泽 要一样 油要均匀 要均匀 不如我们今天切开它好不好 切开给你们看 切开给大家看一看 今天用这个知难的部位 就是说这个三分鱼肚子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 对 好 下第一道了 能够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肉 是那种略带粉红色的感觉 油脂很多 你看有没有 哇 这么多油 对 刀子上都是 对 我倒在想一个问题 它这个肉啊 这个颜色是很健康的颜色 是吧 那劣质的会是什么颜色 劣质的 按 按灰色的 就是没有光亮的那种 对 我觉得真正如果说 这样说的话 咱们把它打开 让大家看一看 真正如果说 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三分鱼 它这个鱼肉的橘红色 是会放光的 对 可以这么讲吗 而且你看它那个纹路 很清晰 还有油 我真的发现 它真的好油 你看 用刀 停停停 随便用刀这么一刮 就能刮起来好多 看得出来 它算是一个胖子 刺在这里 看到没 刺 这个 这一排是软刺 你摸就有 看到没 能摸到 它会刮你的手 所以我把它拔出来 你要一根一根拔吗 对对对 没错 你告诉我说 每次你要是做这个三分鱼 整个取的话 是一根一根拔出来的 对 但还好 其实它这个刺 应该是数量不是特别多 但也够麻烦的 这么大一条鱼 刺是一根拔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这是去油的工作吗 对 没有 它把它刺 还是一样刺 它的杜边这个刺 刺给它去掉 你的意思说 这边也有一些刺 有 这边有 对 有一条一条 这个全部都是 这个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这个要用掉 不然会刺到那个的 接下来这个过程 我们就要拉皮了吧 对 我们把它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这么厚 今天我觉得咱那三分鱼 这是够厚实的 拉皮 拉皮就是从它 留着一块 然后这样整个拉下来 然后拉下来 这个皮 这个刀 我觉得应该是够快的 嗯 否则不行 它这一片 这一片 这一片要给它去掉 因为这一片有的 味道会比较新一点 就是说 所以说这一块 我们都不用来做刺身 嗯 就把它打到 所以做味噌汤 还是做什么的 嗯 我再等一下 我要切一片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的 对 下刀是往前 然后推到后切 哦 下刀是往前 对 然后拖到后面来 拖到后面 对 就像这样推到后面 然后把鱼往外拉 因为它里面有鱼粉 哇 看得出来那个纹路 嗯 白色那是油脂是不是 不是 是它的神经 啊神经 对对对 就像我们肉里面 我们有神经 好了 今天张大厨呢 给您带来这么一道 非常正式的 日本料理的一个 清凉的双口菜 三维一次吃已经大纹告成了 您学会了吗 希望您在家里试一试 谢谢您的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这里是吃吃扣扣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就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现在我们要做第二道菜了 这第二道菜呢 做的是一道挺挺滋养的 应该这么讲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米酒啊 如果给它煮沸了之后呢 加点什么红糖水下去 就是一碗 糖水 今天我们加的这个呢 热量很低 加南瓜 这是一道很创意的菜 融融的南瓜 加进那个酒量里面 然后还有加什么 加原子 这个其实算是一道很典型的 湖南他们的一道菜 江浙一代都这样 江浙一代 我们老家要吃这个 对 牢糟原子 对对对 这个原子呢 是大年初一那天早上吃的 其实就是一个酒量原子的一个变种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汤汁里面呢 给它用到的这个南瓜绒 这样呢 这个汤汁呢 会变成一个金黄色 一个呢 它的颜色会比较好 一个呢 永远会更加的丰富 没错 对对对 增加点粗粮 这是时尚 好 那这边呢 就把这个原子一个个都给它拿出来 然后这边我们要准备一些糖桂花 咱们先准备这个调味 调味的东西 这个调味呢 我们是用这个老糟和这个糖桂花来 糖桂花 对 好 哇 我们能够闻得出来啊 这个米酒的味道很甘甜 对 非常清澈的那种酒香 有个酒的清香味 哎 米酒其实北方人没有南方爱喝 没有 南方人特别喜欢喝米酒 因为我们家家户户户都会做 对对对对 一般过年期间呢 就会买上那个酒酿的那个那个 就是军包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那都有一袋袋那种干燥的卖 就跟咱们这酵母是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呢 用糯米把糯米蒸熟了 然后给它拌匀了 发酵的三天就可以出来 就是 而且呢 每家的这个主妇啊 谁做的酒酿特别好啊 还可以得到夸奖 好女人的典范 对对 那今天我们也希望这道甜品以后再将这一代 然后你们学会了在家里面带自己的客人 也可以对 带客人的时候我们就煮点酒酿 没错 这边大叔啊 在锅中把我们的这个小原子放进去了 对 然后就直接把我们这个拌好糖桂花的老糟啊 也都直接淋到汤里面去 这个淋呢 不要全部下进去 留一部分 为什么要留一部分 因为它这个老糟啊 包括这个酒香啊 它会受热以后 它会中发掉 就会发掉 包括咱糖桂花的这个香气啊 它也会中发掉 就是就是 那我们留一些在这里呢 到出锅的时候 我们再加进去 保持它的浓浓的这种香气 对对对 现在你就闻到桂花的香味了 我们觉得桂花是一种很棒的 但是它有的时候就是维持不了太久 对 还有发现个问题 你看哈 这个原子吃的时候 其实它跟汤圆的口感差不多 对 但是它没有馅 它湿心的 是吧 它吃的时候 突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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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 就像是那个排队队的进去你的嘴巴里面 但是不能多吃 有时一不小心 突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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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大半 感觉到复杂 因为因为糯米呢 它比较粘质一些 它的这个淀粉呢 是汁链淀粉 所以呢 它们之间结合比较紧致 需要大量的胃酸来消化 所以我们只有过年呢 大年初一那天呢 才能吃这么一碗 早上起来味酸多 所以可以把这个原子 给它充分的消化 那么 而且吃实心的 里面不要加馅 不要加馅了 然后我们会放一点红糖啊 或者放一点糖桂花 这样调调味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建议大家 原子好吃 不要吃太多了 不要吃一大碗 因为它太粘质了 的确很粘质 少量的这个糯米是养味的 但是要是量比较大呢 它就会比较伤味 其实啊 我们说这边 不光是这个原子 所有糯米的食物 包括年糕 包括八宝饭 年糕八宝饭 对 都是要需要吃一定的量 别吃太多 每次我们都 对 都建议就是50克 就是一两只内比较好 你看今天我们吃的 这个是甜品 而且一会儿的时候 还要把这个南瓜绒放进去 大多这边的南瓜绒 你怎么做出来的 这一道 这个南瓜呢 我们要给它蒸熟 蒸熟了熟烂以后呢 然后才给它压 压扁 压煎粉 压煎 压煎 那我们在这个 在家呢 我们可以用加工剂来做 对 食品加工剂 攪碎的 攪碎到碎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你看看 黏黏的 然后之后看起来 也是滑滑的 润润的 你会把它倒进去 这边我们煮着 这个原子 我们要煮到几开 我知道煮汤圆 其实两开就可以 你看它飘起来 飘起来就可以了 好 这就把南瓜下进去 南瓜放进去了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做这个 酒尿原子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水淀粉 来调这个浓度 就是 有的时候 还有那个藕粉呢 对 那我们加上南瓜以后呢 这个水淀粉呢 就可以 很少量的加 或者不加了 因为南瓜当中呢 有果胶 这个果胶呢 是可溶性膳食纤维 它这个胶质呢 也可以吸水 然后呢 溶解 然后就可以变成胶冻状 其实你看我们 现在用的量还挺多的 老师您说这第一个 果胶 那它吃到我们 身体里面去 有没有什么一些 特别的好处 非常大的好处 你比如说这个果胶呢 是可溶性膳食纤维 这个膳食纤维呢 是可以清理血脂 帮我们清理 我们肠道的一些垃圾 都沾下去了 对 都沾下去了 所以说吃南瓜呢 是可以减肥 而且润肠的 像南瓜呢 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秋季 我们皮肤比较干燥 秋天呢 润造最好的 它的维生素就是维生素A 像南瓜呢 它里面的白糖胡萝卜素 可以转变成维生素A 它的非常丰富的 对 非常好的 所以一般呢 像南瓜可以用来润造 明白了 就是说南瓜 说来说去 就是我们该常吃 常吃 多吃就对了 对 这边大叔把它熬成这个茸茸了 而且放了一点 这是蛋清吗 蛋清 蛋清 蛋清我们把它打碎 变成个蛋花 打一个薄薄的蛋花 薄薄 就是你吃的时候 你能看到那里面 啄啄的一小丝丝丝丝的感觉 对对 白色的 有点白丝丝的 我感觉就好像是 这个有点像我们家乡的代客之道 就是糖水里一定要放一个鸡蛋的 鸡蛋 因为这个鸡蛋呢 它的营养比较好 因为南瓜呢 含蛋白质太低了 对对对 它蛋白质比较低 但是如果加一点这个蛋白质进去 它的营养就更丰富了 没错没错 好了 看开起来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最后的这个酒酱和糖菲花都下去 再下去 再下去一点 这个香气就够浓郁了 浓郁其他 好 甜品 香料成灯糖 加南瓜的酒酱原子 OK了 这个趁热吃 非常漂亮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锅 给它直接从我们的灶坛拿出来 倒进我们的容器里面 来来来来 香喷喷的 里面那个蛋花 在里面闪闪 若隐若现的感觉 对而且糖菲花的香味 对啊 非常好 还等什么 已经上桌了 那么就赶快尝尝今天高大厨的手艺吧 来来来 尝尝南瓜做来的酒酱小原子 小心烫哦 哇 不是特别甜 但是呢 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那个蛋花和我们那个南瓜绒 它有融融的感觉 这个南瓜绒它因为是亚的 所以有南瓜的颗粒在里面 就是啊 吃起来非常有口感 而且你知道它那里面颗粒不光有南瓜绒和蛋花 还有那个酒那样的本身那个大米 对大米粒 糊米的那个感觉 是 而我发现其实它这一道菜吃起来的时候 它那个酒的味道并不是特别浓 而是主要以南瓜味为主 然后呢 糖菲花的这个香气呢 对 也是淡淡的 对淡淡的糖菲花 嗯 那好啊 今天谢谢我们的高厨带来这么好吃的南瓜菜品 谢谢您高厨辛苦了 也谢谢我们的顾老师 谢谢你良姐 谢谢 嗯